無權無勢 食自己 無權無勢 食自己 各位傳媒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黃大仙 區議員 胡志堅 我的服務區是在牛池灣和彩虹 那裏很多都是一些基層的市民 很多都是小管經營的僱主 自僱人士 在最先當兩個的防疫基金裏面 其實很多時候因為一個的申請 無論是保就業也好 或者是 僱主的支援也好 其實都有很多限制在 令到很多小管經營的 尤其是家族式經營的 我們的街坊 很多基層的市民都不能夠受壞 所以我們早前也都在黃大仙區議會上面 也要求政府應該在第三輪的防疫基金 防疫的措施上面 應該要全民回水一萬元 和設立失業援助金 這兩個也是現時 在香港市民很多基層很多 一直都受不到黃疫基金 所優惠的市民裏面 最少可以獲得到的 但我們看到今次的第三輪的 黃疫基金的措施裏面 仍然是沒有這兩個行的措施 政府是不是聽著我們的民意 是不是現在要突出一些很基層很厭世的聲音 只是為了他們自己一些權貴去服務 而模仿了我們香港基層市民最需要的經濟援助 我們很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回頭使用 全民回水一萬元 和設立失業援助金 謝謝大家 有信 有信 想請政府代表去接 品嚴一聲 環球寵室月行業 立入援助保証 含入援助保証 環球寵物行業 立入援助保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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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隊啦 阿拆 阿拆阿拆阿拆 下一隊啦 下一隊啦 沒有所謂啦 沒有所謂啦 快啦 三隊 Block 一隊 一隊 沒所謂 � 只好 小隊 只好 講完之後 講完之後 完一個二排之後 這個要下一次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深水埗區議員周榮恒 今天我們就來九龍西的團隊 包括九龍城、深水埗和郵諸網 都就著我們政府幾個防疫措施的不足 去表示我們的不滿 那日前公佈了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近日就出了第三輪的防疫抗疫基金 仍然是沒有保留實惠 還有再次不聽民意 亦都拒絕回水一萬元 以及設立失業支援金 更加是賭錢下去 只是做了些民意的待遇 還有繼續匯碼 那我們都表示非常之憤怒 所以我們今天九龍西的三個黨團 我們都有幾個主題 要去做一些訴求 包括就是補貼私人大廈屋苑的第一個訴求 這個就交給九龍城區議員黎廣衛去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們的訴求是要求補貼私人大廈屋苑減輕消毒清潔支出負擔 大家都知道在肺炎環境疫情的侵襲之下 市民的居所清潔衛生是至關重要 這個屋邨就會由房署和相關的管理公司做好把關和消毒的工作 但是一些三毛大廈 也都有食環署會負責一些公用地方的消毒工作 但是有一些成立了法團的私人大廈或者屋苑 他們的衛生署和食環署 就只會通報給相關的管理處和法團知道 但是公眾地方的消毒清潔 就要他們法團自己做回的 所以法團和公司都要自費去安排 聘請一些公司進行深層徹底的消毒 其實做一次的徹底消毒 起碼每個人都一千多元 如果你是一個大型的屋苑 有幾座大廈的話 其實可能是上一萬元或以上 所以其實對於法團的負擔其實都非常之重 其實民主黨之前都收到一些case 就是說是一些誤導的情況 即是甚麼情況呢 即是說通知了一個屋苑管理處 你們一座二座有確診個案 但其後發現原來 確診個案的住址並不是屋苑的 就呈現了一個誤導的情況 但是法團和管理處一收到 這個確診的資訊之後 就立即會安排深層的消毒清潔 其實這波費用已經很早就花費了 其實會變相令到法團 令到業委會業主蒙受損失 因為它花費了額外的金錢 是為大廈的公眾地方進行深層的資料清潔 而衛生署政府是沒有任何的補償 只不過是可能和他更正大廈名單就算了 一句道歉都沒有的 所以法團和業主是非常需要政府的一些補助 雖然政府在一個防疫抗疫基金 設立了物業管理業界抗疫支援計劃 分為第一階段和優化計劃兩個階段 但是每棟合資界的物業 只可以是領取合共4000元的抗疫清潔補貼 其餘的補貼都是一定是必須要給 他們前線的清潔員工和保安員 所以其實實際法團和業主的得益 其實是有限的 除此之外 剛剛公布了第二期的補助計劃 一個新規定就是 一些管理公司 當他們收到補助業第二期的貫貼之後 是政府規定超過一千人的物管公司 是需要將八成的資助 回饋回給業主案發團和業主 但這個安排其實都有很多漏洞的 不過就是說 如果一千人以下的物管公司 是不需要強制 將八成的津貼 倒罪的津貼 回饋回法團和業主 另外第二個漏洞就是 如果管理公司 是將它的清潔服務 或者是 保安管理服務 外貫了給其他的外控承擁商去執行的話 其實那些外控承擁商 就沒有責任把那個補助業的 或者是倒貼回饋回法團 其實看到譬如一些很大的物管公司 例如就是申比旗下的 或者是行基旗下的 他們都是將一些 保安員的服務和一些清潔服務 是外判 還給一些其他公司做外判 做承擁的 那在這方面呢 其實政府有沒有想過 它規定這個補助計劃 要回饋回法團 是沒有規範到這些外控承擁商 從而變相其實業主 是沒有得受到這個回饋的資助 變相是蒙受這個更大的損失 所以因此呢 我們就著現場的情況 有兩個要求的 第一呢就是增設補貼計劃 是直接津貼私人大校 或者在屋苑的業主案發團 或者業主 減輕他們 過往或日後進行消毒清潔 等等的額外開支的負擔 第二呢就是規定 物管公司 和它的外貢承擔商 在成功申領補助計劃補助之後 需要回饋不少於百成 給業主和業主案發團 那這個就是我們民主黨的訴求 那我們現在可以喊口號 補貼私人大校園 補貼私人大校園 減輕消毒清潔支出負擔 減輕消毒消毒支出負擔 補助私人屋苑清潔 補助私人屋苑清潔 做好抗疫消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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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不是有信要交 好 那我們就有信要交給政府部門的 補負ค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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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 不斷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半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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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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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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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